如果说乌克兰是美国在欧洲打击俄罗斯的代理人,那么谁是美国在亚太挑战中国的代理人呢?答案有两个,日本和台岛地区。美国要对中国发动代理人战争,就一定会把他们推到战争的前线,然后躲在幕后操纵指挥,就像美国现在对乌克兰所做的一样。 相比之下,日本比台岛地区的实力强得多,而且美国操控日本比操控台岛地区也更方便。所以在亚太地区真正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就是日本。 一,那么日本到底是不是一个主权国家?俄乌战争的爆发,已成功地把自称是鸽派的安田文雄,推到了拜登的怀力。在日本跟随美国制裁俄罗斯后,日俄关系正在全面倒退。 现在北方四岛问题没法谈。签订和平条约遥遥无期,两国对抗升级,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。 但日本无力抗衡俄罗斯,所以只有一边岛地祈求美国的保护,包括核保护。另外日本要推动修宪大业,也需要美国点头。 因为在这两件事上,日本都有求于美国。所以现在的日本对美国比对亲爸爸都还要亲。 对于美国来说,其实也留意给日本撑要。因为日本就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代理人,美国要打压俄罗斯和中国,少不了一个冲锋陷阵的极限风。 基于这个背景,未来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只会更紧密。 正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所说,以往美日关系没有过像今天这样牢固的时代,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关系。 因为在美日同盟关系中,日本并非是一个完全的主权国家,而只是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半主权国家。 所以美日同盟越牢固,就意味着美国对日本的支配权越牢固。 由此日本被美国当枪使的可能性就会越大。 未来的中美对抗,就很有可能转化成中日对抗甚至战争。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。 因为在美军之外法权下的日本,美国有着超乎想象的权威。 比如美国军人入境日本可免做核酸检测,美国总统访问日本专机,可直接降落在自己的军事基地而不受日本管控。 美国防长在日本可以公然接受日本首相的鞠躬礼。 更重要的是日本在与美国签订的军事条约中,还激了美国在国内自由建立基地的权利,和从基地自由越境攻击他国的权利。 这意味着美军是可以利用日本的基地袭击他国的。 而美军在伊拉克都没有享受这个待遇。 2003年美军推翻伊拉克政权后,两国签署的协议曾明确规定,禁止美军越过伊拉克国境,对他国进行攻击。 由此可见,日本的所谓国家主权,可能连伊拉克都不如。 美国如果利用日本发动战争,日本连反抗的权力都没有。 实际上早在中美建交谈判前,中国就曾提出希望美国废除日美安保条约,是日本中立化的要求。 但被美国以如果日本中立化,建立独立的国防力量,就会对周边国家构成威胁而拒绝了。 到底是一个独立的日本威胁大,还是一个被美国控制当枪使的日本威胁大? 其实结果已经很明了了。 二,美国的带枪先锋。 一个人口过亿,经济总量世界第三,均是实力全球前十的大国。 如果成为美国的带枪先锋,后果不堪设想,因为它的破坏力,是远非乌克兰这种中小国家能够比拟的。 而随着美日通盟的升级,这一切都已变成了可能。 原本日本在二战结束后,以战败国的身份被解除了武装。 当时在美国的主导下,日本制定并施行了新的日本国宪法,也就是俗称的和平宪法。 为了杜绝日本在此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,该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。 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,永远没有发动战争,以及用武力威胁手段,解决国际争端的权力。 所以几十年来,日本只能有自卫的民意,保存有限的武装力量,而且还放弃了攻击性武器的研制和部署。 对此日本政坛的保守势力一直耿耿于怀,是要修改和平宪法,解开美国强架给日本的枷锁。 从安倍晋三、菅义伟到现在的安田文雄,都是坚定的修宪推动者。 虽然因为日本内部分歧比较大修宪还未能实现,但随着中美竞争,美俄对抗升级,导致的国际安全局势的恶化。 安田文雄一定会抓住时机打造舆论,通过渲染中俄威胁而实现修宪扩军,以及国家正常化的目的。 另一方面不管日本能否实现修宪,和平宪法对日本的约束性,其实也已经名存实亡了。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,日本已通过对宪法的扩大解释和立法等手段,架空了宪法第九条。 现在的日本自卫队,早已不是那个所谓的只能自卫的部队了。 今年初,安田文雄在发表市整方针演说时旧层直言,日本将探讨强化包括对低基地攻击能力在内的现实防卫力。 为了提升自卫队的攻击能力,日本的国防支出已突破了占国内生产总值1%的上限。 一大批攻击性武器装备已进入采购或研制计划中,如采购超音速反舰导弹和美国的F-35战斗机,研发用于岛屿防卫的新型高速滑翔导弹等。 而可怕的是美国不仅没有压制日本的军事扩张,反而却根据自身的战略需要,有意将其打造成美国的带枪先锋,以制衡中国和俄罗斯。 三、日本与中国有三必争。如果日本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,实现军事自主自强,无疑对中国的威胁是最大的。 因为日本不仅对中国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敌意,而且也是除美国之外,最迫切想要阻止中国崛起的国家。 为此日本必然会在这三件事上与中国一争输赢。 第一是钓鱼岛之争。钓鱼岛本来是中国的固有领土,只是而战后被美国私自交给了日本管辖。 结果导致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争了几十年。 2012年日本接触美国重返亚太之际,曾企图强占钓鱼岛。 结果中国不仅粉碎了日本的多岛阴谋,而且还借此机会实现了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的常态化巡航。 所以现在的日本是很着急的。 但在其自身实力有限的情况下,日本也不想盲目与中国叫板,而是选择先在台海供火发力,将中日矛盾转移到台海。 由此蔡当局就成了美日对抗中国的双重代理人。 在日本看来,只要能阻止台湾被统一,那么钓鱼岛问题就可以解决。 一旦中国统一了台湾,那么日本就在钓鱼岛彻底没戏了。 第二是台海之争。 除了钓鱼岛,日本更害怕中国崛起后实现两岸统一,从而威胁日本的海上生命陷。 因为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,包括石油能源、矿石资源、工业原料以及粮食等大都依赖进口。 而进口的主要方式就是海上运输。 同时支撑日本经济的工业制品出口到其他国家,也只能通过海上通道运出去。 而不管是进口还是出口,台湾岛的东,其两侧水域都是日本海上运输的重要通道。 对于日本来说,一旦中国实现两岸统一,别说台湾海峡会成为中国内海。 就是台湾岛周边海域,也不会允许踏过舰船任意航行了。 基于对本国海上生命通道安全的担忧,日本必然会全力助理蔡英文抗统。 从现实利益角度看,日本协防台湾可能会比美国更卖力。 这可能就是岛内民调数据中相信日本人会协防台湾的人,比相信美国的人还要多的原因。 第三是东亚主导权之争。 如今中国要实现崛起,突破美日的战略围堵,就必然会削弱日本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,打破美国和日本主导的东亚霸权。 这是日本和美国都害怕的。 所以美日在遏制中国崛起这件事上,确实是有着共同利益的。 四,美国买给中国的雷,可能会炸了日本。 不管日本和美国谁利用谁,谁就会成为谁的炮灰都会拉上中国垫背。 对于中国来说,现在的当务之急,则是盯住美国埋在中国周边的两颗雷。 中国在台海问题上是没有任何退路的。 如果日本执意引爆这颗雷,那么解放军也只有权力一战,彻底清除中国卧榻之策的威胁。 届时中国和日本的百年历史旧账,也可以重新算一算。 的 原刘 感谢观看